《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法律之多D》 今天我請到兩位嘉賓討論一個問題 陰宅和陽宅要分開 甚麼是陰宅呢 就是骨灰鎮 用骨灰住的地方 陽宅是大家現在上在人間住的地方 有一個大原則叫陰宅 陽宅是要分開的 或者叫盡量分開的 我們講下骨灰鎮的法律 我請兩位嘉賓先介紹一下 任國棟先和大家招呼 你是九龍城區議員 大家好 我是任國棟 九龍城區議員 選區是哪個區 我的區就是大酒店的區 我的區裏有多少間 我區裏有九龍區持牌店商 有超過八成以上都在我的選區 所以你是最有的發現 左邊就是夏金城 握手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夏金城 我是的士司機 即是駕駛了多少年的士 都十年八載 十年八載 我小時候也有聽你唱歌 有一首為了靚靚靚 你是不是原創者 就是這樣 今天為何找夏金城和任國棟 骨灰鎮的法律 就是夏金城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去解決陰窄陽窄 分開問題 我先講一下背景資料 然後才開始進入話題 大家都知道 人在這個世界有生老病死的問題 香港平均死亡和火葬數目是怎樣 未來二十年 大概死亡數目 每年是五萬二千二百人 而火葬數目是四萬八千九百人 即是需要骨灰鎮 火葬數目是四萬八 就不是八萬五 大概是八萬五到一半 即是四萬二千五 如果你問香港需要多少 大概是四萬二或四萬八 這是一般的情況 但實際可以提供骨灰鎮的數目 是很少的 所以這就叫做供求失去平衡問題 所以今天就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先是任國棟說一下你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圖 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整個洪磡區的現況 有否說一下現況 可以解釋一下 現況來說 大家都會看到地圖上有很多紅點 紅點代表一些違規的堪場 或者是稻堂 專門進行打齋的意識 黃點代表有牌 我剛才說次牌點葬商 大家會看到 如果清楚一點去數 有六十三個 我們看到洪磡區 其實這裏全部都是住宅區 全部樓上是唐樓 全部在住人 不是平房 全部都是堪場 變成這個區域本身是洋宅和陰宅 混合在一起 即是住在這裏的洋宅 就是樓上那些 但每個住的家 可能隔壁會有些暗塘 現在會是 現在情況已經是 因為政府的供應 那個坑位的供應是不足 已經發展到這些違規的私營坑場 公不應求 發展到樓上住宅單位隔壁那個 可能不是住人的 可能是格仔店 我們叫格仔店 很貴 如果用上年的情況 一年增加了五間 新增持牌點葬商 一年增加五間 十年是五十 如果是現在現況的情況 就是這個無牌的 紅色是無牌的 這麼多個 都很厲害 如果不理會他的仇 會不會將來尖沙咀也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好了 既然陰宅陽宅 現在是不分開的 總之就是混合一塊的 夏錦城那次和你喝茶 你提了一個方法 你說一下你的方法 如何解決這個陰宅陽宅 現在是不分開的問題 如何提供到 有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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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的 香港有很多條隧道 隧道就是穿過山洞 隧道 是呀 例如癡山隧道 大老山隧道 甚至尖山隧道 甚至現在 由土高環去觀塘 有條叫做舊機場隧道 舊的隧道 即是市區裏面有隧道 新界裏面有隧道 是呀 新界市區合起來也有隧道 是呀 是呀 甚至是長生隧道 也好 是呀 你那個隧道 譬如現在是兩條管 你多建一條管 建一條管 一條管它有這麼長 是嗎 那你做陰宅 我想影響其他人居住的地方 應該不會很多 好笑 你的方法就是 總之所有的隧道 裏面 等於政府做一個新的陰宅的地盤 然後有奧地表 這些地表是輕建的陰宅 有一個好處是什麽呢 這些隧道是近住市區 第一近市區 交通方面 那你建了隧道出來之後 接著擺陰宅 那條路就可以用來做平時的人 運動 踩下單車 實神運 各樣各樣 即是那些地方 就不是平時其他車入的 不是車入 人行 人行的 可以單車行 單車勁 管道就是寬落 即是要兩條連結 兩條連結的管道 應該有些空調 我想空調就會浪費電力的問題 你說只做一個抽氣試驗 那問題不大 即是有個自然的抽風系統 是的 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好處是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 還有呢 有什麽好處 那你有多條管道 給別人做運動場 那你那個人身體的體質 會變得比較好少少 你市區有 最重要是市區 對全民運動 健康提升也好 最重要是市區 這個又想到給你 你想一想 如果那些郊區 趕到去到 哇塞 是呀 他有路可以走上去玩 那 粉嶺的人就行 我住在灣仔 那我怎樣去粉嶺呢 你要想一下這件事 好了 那除了交通方便 又可以被人當運動地方有好處 是否又可以解決了 現在政府所說的 18區都要有提供的地方 即是溫度的 政府有政府的想法 各國的想法 他的想法 即是證明他有做事 都是好事來的 即是你這個大好處 就是解決了一個供求 是的 任何動你 就這樣 這麼有創意的做法 你覺得是唯有得想下去 始終這個行業 即骨灰坑 這些 是屬於華人社會裏面的紀委 來的 我們要處理的時候 覺得要很小心 就用回政府說 區區都要有這件事 現在政府的想法 就是18區 區區有 好像71 有在左近 現在就初步選出了24幅土地 其實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譬如用紅磡做例子 我們接觸到居民 雖然現在的實況是這樣 但是居民的聲音 其實一直都是反對 即使他們每天每夜 都會經常遇到這些事情 都好 他們不是接受的 其實他們都是反對 所以如果 譬如用剛才那個建議的話 可能即時會想到一些交通配套 還有如果拜祭的時候 那些空氣 那些祭品 祭祀那些東西 要怎樣處理呢 那些技術問題 是的 你講的第一個問題 要解決就是交通配套 大家會看回 譬如現在張君澳 通常春秋二祭的電視台 一定去張君澳那條斜路拍攝 張君澳最大缺點 就是真真正正 他的腦真是曲的 但是如果在隧道 即是很直 即是在裏面直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有你煩惱的問題都幾乎解決 任過一道的意思就是 如果去那裡 交通 去那裡其實一點也不難 為甚麼呢 你已經的配套 是隧道 配套了 本身已經是車廂的路 解決了你的問題 還可以提供 客人是的士司機 那些行家又有生意 譬如在春秋二祭裏面 我們可能要考慮泊車的問題 千萬不要讓人泊車 為甚麼呢 你可以想想 讓你泊車 無理由就整個停車場 但是春秋二祭用 對不對 給點心機幫忙的士路 即是有的士站就可以了 沒錯 我這個意思就是 可能要方便來巴士 還有一條隧道 我還未說這條隧道 最重要的 是甚麼隧道 就是香港仔隧道 就是由銅鑼灣去到香港仔 那條隧道 是的 那條香港仔隧道 你弄個骨灰堪牆 當然你的路口是弄暗些 不要弄到跨跨跨跨跨跨 不需要的 弄個小小的一成兩尺 這個骨灰堪牆 即是在香港島裏面 是的 那個位置很好運動 你這些人 有空遊灣仔 我跑去香港仔 淺水灣那裏 游水深水灣游水 多開心 其實那個位置很近天主教墳場 那裏不緊 他有他的墳場 你有你的陷位 但問題是墳場本身 現在已經有限 已經飽和了 也不是的 如果大家了解政府提供的文件 他說區區都要有18個選址 16個區來說 都是在現有的墳場附近 都是墳場的抗戰工序 18個區裏面 我們留意只有兩個區 就不在墳場 因為那些區真的沒有墳場 譬如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是沒有墳場 尤其旁有 尤其是沒有墳場 尤其是沒有墳場 有時我們批評 就是掌官意志 押到一切 因為當勞說區區都要有 那就在行政區裏面找 但九龍城區議會選區或界裡 對面有一條馬路 在諾富附近 對面有一條馬路 例如華人基督教墳場 那裡有一個墳場 但因為他不在九龍城區議會的選區裏面 那裡就沒有 反而在住宅區裏面 有40萬 過去回歸 我們看看數字上 回歸到現在 其實是除了03年有3萬幾個 只是單一年那一年有3萬幾個供應之外 其他都是很少供應的 就算03年有3萬幾個供應也好 都不夠那一年的離世者 就算區區都要有 譬如九龍城這裏 世城都要擺也好 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覺得就是 每年要4萬8萬這麼多 你用那個墳場來講 根本就不解決了 我們為何批評 這個是長官意志押到一切呢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他如果想這些方法 譬如舉個例 隧道 大家認真地去想 構思交通配套 拜祭時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這樣 就好 但我們看不到 我們政府認真去處理 這個隧道這麼有創意的意見 你有沒有告訴政府 有沒有回答錯 寫了一封信給 寫了一封 這樣就算了 透過我們這個 rtv.hk rtv.hk 研究一下 沒所謂 我覺得在市區搞這些隧道 好處就是給多些空間 人們有去地方運動 這是很重要的 你說在市區真真正正 找運動的場所是非常之難的 如果你真真正正在市區 能夠找到有這麼大條隧道 給人們運動跑步 真的很好 你猜一下 如果用隧道這個情況 接觸這麼多居民 他們很想陰宅和洋宅分開 用隧道這個 表面上是與住符合的 因為那個不在洋宅的地方 是在隧道那裏 隧道又不是地底 有些是地底 但一般來說是地面 完全不是地底 是山中間 山中間 基本上我們除了做先人 也能夠住在山中間 山中方一日 人間二千年 然後能夠找山 找到這麼好的地方 還有山這些東西 已經做了環評 環境評估 因為隧道本身已經估計過所有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想法 一喝茶就會說 是很有創意 還有一個好處 其實這個好處 不過是很多餘的好處 是什麼呢 你塞尺塞得太厲害的時候 隧道就用了它 這個額外 就是很滿足陰宅和洋宅 殺滿得足 你說一下陰宅和洋宅 現在不分開 有什麼問題 對於住在這裏的住客 業主 其實對於洪磡區的居民 對於洪磡區的居民來說 我們看到的滋擾有四方面 是幾方面 說一下 數一下 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心理上 就是剛才我說 這個是始終是華人社會裏面的紀委 所以大家平時 年輕子女或長者來說 尤其是長者更加不希望 平時都見到這些人 但是如果你在洪磡區裏面行走 即在那裏居住 日日都會見到 偶爾看到的人 拿著一張照片 披麻大校 整隊人走過 單翻賣稅 第一是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 心理的滋擾 第二方面的滋擾 就是拜祭的時候所產生的 春秋二仔 不是春秋二仔 每日都有 春秋二仔是更厲害 春秋二仔是更厲害 大家會了解到 這裏有二十多個紅店 即是每天晚上吵著你 那些店舖是以這方式來做 謀生 他做生意 他要應付現在香港昂貴的租金 不便宜 不便宜 所以他要不斷在這裏做生意 不斷在這裏打齋 不斷做儀式 這裏是環境的滋擾 第三種滋擾就是衍生到樓價方面 當有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我剛才想說這句 財產的侵犯 這亦很容易去理解 所以區裏面 升不升到 所以區裏面也升到 不過那個就是 所以區裏面 南亞裔的居民較為多 第四方面 一個無形之中 慢慢衍生的問題 就是社區網絡 越來越剩下長者 因為年輕的 有能力的 不想見到這些東西 他有能力便搬走 剩下的較為多是 即是家庭解體 社區網絡是鬆散的 其實我想到經濟的問題 你說四樣施擾經濟的方法 你自己有看法 我覺得他因為陰窄 做了陰窄生意 如果全部陰窄生意 全都沒有 他自然會發展另一種經濟 不用陰窄 實際上我們最近在區議會 有一個批評 大家會看到 最近事件局 陪馬圖圍道 雖然是一個慘劇 所衍生的賠償 他是九千七百多元一尺 信用街賣地是過萬元一尺 我們看到其實洪向區 我們都相信 一直以來 他是一個一流的市區地段 只是政府是一個九流的城市規劃 剛才提及其中財政方面 假設陰窄洋窄分開了 一定是區的價值 政府很下心去做政府 真的很下心去做 有時很難說 區議會去談這件事 兩個發展局和食衛局 一個官員都不下來 我告訴你 有時想事 每個人想事是不同的 你剛好那一刻有靈感 捉正的靈感 你出來的東西 good 只是作歌羊 你捉來捉去的靈感 一二三四 就是一二三四 你捉去的靈感 一捉去捉去 自己都覺得正 靈感 你不能說他沒有做事 我是可惜一件事 當我們有意見想談的時候 在議會平台裏面 他們是不出席 一個官員一個職員都不出席 非常可惜 在這方面 有很多勞訴 我們看看政府在骨灰陰方面 陰宅、陽宅 現在是沒有這個政策 找方法怎樣去分 他很力氣 所以就引致了這個問題 他們都很努力去做 等於我寫了那封信給他 他可能很努力去想 去想 是不是真的解決 是不是真的解決 他可能很努力去想 我們看看 政府在2010年7月6日發表了一個諮詢文件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 他提出四個方向去解決這些問題 第一是增加供應 即是骨灰陰的供應數目 滿足社會的需求 這是四萬八個問題 但他就不是增加到四萬八個 就這個增加供應這方面 增加了多少 增加供應方面 其實具體的數字 我們看到都是不足夠 因為他現在政府說的 要除二 因為政府說 即使未來和合石 或者哪裡有增加到 他現在新的政府提供的家族位 家族位即是兩個位 所以政府的數字要除二 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露天露面 那些真是很精貴 大佬我們建樓發展多好 做陰宅 真是浪費的 你不同我現在說的隧道 今天是不見天日 隧道永遠都 凡此不會發展到住宅 那你已經是 真是很大地方 一條管道不夠兩條 兩條不夠就四條 你這個增加那個叫 如果陽宅就增加這個 例如買地 增加這個 這個和地都差不多 就去到八萬元就最好 如果陰宅來說 就要增加這些位置 你這個方法就是一招約解決 政府的增加是這樣的 例如他有增加的情況 例如歌連神國紀念花園 投入了服務 現在處理了2600單 但相對於四萬 2,600單 如果我們的管道 你弄一條 多少 我估計超過三十萬 每一條 超過三十萬 一條三十萬 十條左右 三百萬 如果我們每年是四萬八 十年都是四十八萬 即是未來二三十年 都解決了 即是你所說的 在2047之前 都解決了 起碼他不會騷擾 他不會騷擾別人在附近 發展的地區 而且見天的地很名貴 總之見天的地就很名貴 還有他增加了一件事 叫骨灰撒落海的海狀 2007年簡化了這個程序 到現在處理了1600單 那就是沒用 所以你看到政府 1600單都幾多 但相比的需要就少 我以為最初要是十六、八、六 現在說1600單都幾多 是四萬裏面的1600 1600單就是出海出了1600次 也不是很少 不是很少 是很少的 為什麼呢 你始終把自己的親人 殺到海 突然想去拜祭他也沒有 這個真是好 如果我我就不行了 一個人的文化 現在有些就不行了 所以又是回去 如果隧道那裏 就有個地方 你想想我爺爺死了這麼多年 我現在有空再拜祭他 香港的墳場我也拜祭他 很簡單而已 沒有 總之來說 這些就是要看那個人的文化 有些人寧願殺落海 但後人如果要拜祭他就拜天 那就糟了 我就這樣 我就很自由 我將來一定是殺落海就搞定 所以這些是要看一個 如果你有隧道的位置 我可能會考慮 因為我對這個獅子山隧道那邊 就很有感情感 不是啊 我喜歡香港仔隧道 你知道什麼隧道嗎 我未想到 真的 如果香港仔隧道好呢 就算你平時沒有人拜祭 很多人跑 你在隧道也看到有人跑 是挺好的 看到人 是很多人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政府提供家的東西 可以推出 網上追思服務 這個沒有用的 這個罪沒有用 現在設立了3,400個網頁 大家看這個網頁 先要處理骨灰的問題 先講思念的問題 他現在說網上追思 講的是後面那個 但是前面的骨灰問題 沒有解決 這一節我們先講到上半節 就是政府用增加骨灰的數目 用的方法 發覺都是不行 但就變成功不應談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講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包括政府所講的 分開表一表二 要賣給消費者 到時消費者要想一下 還有一件事 權益的問題 隧道 譬如你香港的隧道 你管道 你整一條管道來這個 好 這個問題 由我們回來 繼續講 好 一會再見 I Read 是什麼呢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今次我們的題目是 陰宅、洋宅要分開 兩位嘉賓 一位是九龍城區議員任國棟 一位是迫使司機 夏金成 很出名 夏金成 我們要分開陰宅、洋宅的方法 就是夏金成提出的方法 你再簡單說一次是怎樣 是 如果你是那條隧道搞了之後 那你打算 誰是搞骨灰鵪比較好 你可以把它判給他做 意思是這樣 我們有個副題是選購骨灰鵪的法律保障 消費者的角度 政府持有權利 你覺得是誰去經營這些隧道的骨灰鵪 經營是讓政府去拍賣給一些 覺得他做得好的鵪場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夠長 你劃一段一段 劃這段是屬於小殯賓盤的這些 現在有很多業績 任國棟說一說 現在要選購骨灰鵪的消費者 有法律保障 現在安排 政府打算分成表一表二 表一是符合那些 現行法例 表二是未符合的 申請去規劃法之後 就可以由表二轉到表一 於是有法律保障 賣給消費者的時候 你就知道骨灰鵪的位置 那個牌子是否受法律保障 先要講清楚 現在暫時未有骨灰鵪的法例 表一只是符合了 表一的發展局的網頁 有分兩種 表一是第一種 表一是符合土地契約和規劃條例 表二就是可能 總之雖然一樣 又可能霸佔政府土地 現在有的 很多私營的 甚至乎在鄉郊裡 不只是在紅磡 在鄉郊很多地方 都出現了 例如霸佔政府土地 有僭建 沒有入職 或者是違反土地契約 違反規劃用途 其中一個可能叫做理信的方法 就是必須要經過城市公開委員會 譬如在6月10日 同一天 就有兩個違規的堪場 即我們稱為違規堪場 因為它屬於表議 那天就是截止去… 即如果有任何反對的 就是在今年的6月10日 就是要提交反對信 包括什麼呢 就是極樂指 另外一個就是人效忠詞 它現在那些其實已經在做了 不過它們本身土地來講 規劃來講 就不是做靈灰安置所用途 不過其實我這樣講 我覺得骨灰安置所用途 總之來講 見到天的地方不能夠做 寧願將它發展另一種東西 不要發展骨灰安置所用途 骨灰安置所用途 現在骨灰安置所用途 很多都是見到天所用途 對 所以你提出你的水路方案 對 講完這個情況 讓大家知道消費者的現時情況 政府發展局在2010月10日公佈了 叫做骨灰安的資料 是講的是骨灰安的資料 政府那些根本全部都是符合法律 不是這樣的問題 現在在規管講的是骨灰安的情況 它分了兩個部分 所謂的 就叫做表一表二 第一個部分就是符合土地契約 crown list的用途 和成規會的規定 而是沒有非法佔用政府的土地 這是差不多符合的 第二部分就是 有多或少的不符合的 違規的 第二部分可以自己去盡力 盡量符合或者申請規範法 符合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由第二部分轉到第一部分 但現階段來說 第一 就算是表一那些符合了 one list和成規條例也好 都仍然有一些灰色地帶 譬如他沒有限制到 他沒有要求到經營者講明 他現在有多少個位 譬如就算他是對也好 現在是五千個還是五萬個還是五十萬個 可能是一種不符合的 不是的 如果將來你搞定了 那些想法落到管道 其實現有的吉分金場 就算是合法也好 應該全部都要取締 為甚麼 你如果全部取締了那些人 就反對你這個方法 不是的 你將那些東西放進去 有地方給你放 給他們去經營那些 那些現在做骨灰音場的地方 都套出來 用來做住宅 這個想法也很適合 好像市建局那些叫 扭緩扭緩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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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 就是那些妙語 就算是妙語也可以 有些妙語根本來說 是真正正的 做妙語的不是放骨灰 妙語的確不是放骨灰 就是 這只是鑑超離而已 只不過工營失衡之後 譬如我們剛才說的兩個例子 我們也有去做一些研究 研究這個失衡之後的妙語 也有瘋狂 譬如極樂紙 它是以前一直都有的 但以前不是做這些事情 是真的出現供求失衡之後 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即市場有過銷球 甚至乎我們看那份文件 就是極樂紙自己做的核數師報告 但那份報告裏面 就沒有交代到它賣坑位的收入 很高收入 是的 那些收入是因為極樂紙裏面提供這件事 但核數師報告裏面就沒有提供 其實你想一想 現在的合法小巴 就知道我現在想想 現在的坑場如何改 很容易 你這個一定有這個親身經驗 當年你能夠把的士牌賣去 要來實踐你的理想 這是年輕人 年輕人 自己去發學 年輕人 但純粹是 要向你致敬 不是 總之是你想著 最重要是想著那些事情 為何會小巴合法化呢 為何現在的坑場 為何給你極樂紙很多鵪位 不要緊的 到時候給他一些地方 他做鵪位 把那些坑位全部搬來 到時候結錄籤就變回結錄籤 就不需要再搞坑位 總之見天的地方就不搞坑位 最糟糕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階段 政府只是諮詢完一次 又說接下來第二季再諮詢 真的沒有票 在這段時間 大家看到這裡的空間 真的沒有票 不斷透過不同方式去賣 現在政府做了這件事 因為未立法 只是說他在疏度的時候 這個情況 你那邊就是 紅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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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繼續是無牌的經驗 是繼續的 亦都不是屬於表格 是表一 一定不會是表一 亦都 分分鐘是不是表二 應該是表二 不過在發展局網頁裏 有一個 在發展局網頁裏 就只是說 紅磡區 發展局網頁裏 只有一個表二 表二的堪場 那幾個是隱形的 不知為何林鄭是事而不表 其實都沒有所謂 大家看看這個情況 基本上的意思是 當這些事還是隱形的 不知林鄭為何事而不表 如果我們那件事 能夠解決所有的 是你建議的 是你個人的創建 紅磡區可以重新規劃 再搞個真真正正的事情 你搞什麼都可以 即是說 如果你全力支持 夏金城的建議 成為事實 其實一早就解決全部 陰差 不過我也是擔心 現在經營的違規堪場 他們會有一個反彈 問題是甚麼呢 例如剛才所說的 價錢是怎樣 最便宜的一萬多元 這些一萬多元 通常是最頂層或最低的 如果我們叫齊薇偉 一眼看上去十幾萬 現在賣了出去 我覺得每一件事 都有人反對 這些是沒辦法的 每一件事 你做什麼都有人反對 這是大家在網上可以下載到的 有些中介的人士 有些不同的價錢 這是陰宅的價錢 大概是幾千尺 幾千尺 最便宜是一萬多元 即是一枚價 只有一枚 A4G 例如A4G 最便宜是一萬多元 一萬多元 現在只是從半山的麵粉價 如果齊薇偉 是十幾萬元 現在豪宅已經過了九七格 其他還未降到九七時 八十多元 其實這些坎薇偉的事 表面上好像很難解決 有多少我們這樣 經常看著這條路 看清楚真恩正正 是這樣才能夠解決 這是真的你要長期去觀察 那件事 你才有些少許成績 亦是事實的 好了 政府會加強規管私營骨灰坑 包括確保私營骨灰坑 符合法例 確保可持續發展模式管理 加強消費者權益 大家要知道 過去諮詢期間 為何會提起這件事 因為很多時私營的堪場 它是用了一些有限公司 我們擔心 當它收了消費者後人的錢 萬一它真的倒閉了 那怎麼辦呢 始終它不是政府 這個問題我們覺得 始終是要政府去統籌 去公營為主才行 你由港英時代到董 到Donald到將來的 不知誰都 始終都是政府 但私營的我們擔心 如果用你的方案 夏金城 隧道裏面 發出 去投標 去經營 是否會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政府搞 政府監管 政府監管 過了三萬 我告訴你 你整一條路有三四十萬 逐節慢慢提供 一年放出去是四萬八 你自己想 不用一次過 其中一個好的原因 就是有魄力 大家看到一個公營 立即解決了需求問題 最重要是解決紅暗的問題 這個應該向未來的特首問問政綱 其中一個就是 夏金城方案 就是保障消費者最好的方案 最重要是紅磡的發展 真的 如果解決紅磡長遠的陰宅和洋宅分不開問題 總之一見天有天的地方 就不要做陰宅 你講一講 上次你好像區議會有討論 陰宅和洋宅為何要分開這個理由 就是這個議案 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議案沒有甚麼問題 都是預料 在現在區議會的層面 很多時都是我們提出的議案 一定是會被人修訂的 但你原創的意思是甚麼 我也是表達一個意思 就是反對政府的建議 為甚麼計劃在紅磡是增設骨灰鵝場 其實我還可以說一句話 骨灰鵝位是可以找些名貴的骨灰鵝位 為甚麼呢 所有現在的看著海的天橋 都可以想辦法把骨灰鵝在這裏 加闊 是怎樣做呢 你現在的天橋 就是望海那些 很漂亮的嘛 這些是望海 是呀 屯門高速公路 是背山望海的 是呀 前面那裏再動幾條柱 剩下一條一線車 那些人是用車來的 用人來走的 那就不快要骨灰鵝 這邊後面就是骨灰鵝 前面就是望海 哇 那些叫做名貴的骨灰鵝 那你又不妨礙發展 為甚麼呢 這是車路來的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政府有甚麼動作都好 最重要的是跟一些地區人士 或者受影響 在這個問題來說 我覺得是受影響的人士 是做一個溝通 或者如果真的的話 要提供一些補償的方案 因為在別的地區 在別的國家是有的 譬如他在這裏做了一些垃圾站 或者是焚化爐 或者是一些焚牆那類的東西 他會提供一些社區設施 現在被那個社區 紅磡沒有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紅磡政府說 你三間殯儀館 就整個堪牆在這裏 根本看不到居民 紅磡沒有辦法 根本沒有地方 他看不到居民 那個由來已久 根本是反對的原因 那個心態在這裏 好了 如果是政府最後 又不是採取你的方案 你的方案當然最好 這樣的話 現在可見的未來 是否解決到這個供求的問題 還有你會否保障到消費者 我們是很擔心的 現在如果是繼續下去 不用我們的方案 就是它的不寬金牆 繼續增加 即是說你下一次 你這個表就不是這樣顏色 是江山一片紅 就好像我郵票那樣 其實我剛才說過 不只是紅磡 因為紅磡頂上 都是幾百尺的一個單位 一個舖位 現在在新界很多地區 譬如新圍 甲龍村 我們前一陣子 我自己去過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郊區裏面 都是出現一些村屋 被人非法 被人改變用途 是 是 很多的去估計 一間的村屋 如果真的做到私營堪場 其實現在的市場價值是三億 所以變成潛力很大 很大 所以在這方面 政府在立法上考慮牌照的規管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考慮 如果那些方案一搞定 根本不需要考慮 如果你是做特首 用你的方案就搞定 所以要爭取你的方案 就讓現在新的幾個特首 去考慮一下 還有法牌的準則 政府在考慮 有些規管 其中大家一定要簽合約 要 因為現在的合約是五花八門 沒有監管 你不用了 第二就是 現在和你簽約的人 不是那個Landlock 總之是當他是劉契那樣做 是 陰仔的劉契 就是當他劉契那樣做 所以那個合約有五方面 大家要了解一下 就是那個擁有權或者使用期限的完結日期 其實香港所有的地方都是使用期限 究竟是什麼 還有樓宇 樓宇的政策已經完結了 現在就是沒有規限 消費者如何才能繼續使用呢 假設是用了二十年 二十年就到了 是不是可以 所謂renewable 是可以自動續約 還是要補什麼費用呢 這個就是使用權 這是第一點 大家一定要留意 第二就是 結業和清本市的安排 即是那間店 萬一 但又倒閉了 那要怎樣安排呢 這個是 一般情況和經營社結束的時候 和結束是否有什麼不同 第三就是 骨灰陰 徵收和消費者繳付的各種費勢 細微表 譬如進去 或者平時的管理費 或者祭品 拜祭 需要另外收費 現在是沒有規限 要寫清楚這些 政府搞的那些事 政府很像 政府怎麼做 就是怎麼做 有什麼所謂 政府搞的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要私人做 他就會亂來的 第四 又要寫清楚 那些經營者 有責任履行 所有骨灰陰陰的白定要求 即是要符合那些要求 如果不符合這些要求 那便會怎樣呢 不復合保持一個 所謂我們叫單位的安全及合議狀態 其實紅磡區 我覺得 我現在 我其實經過很多 很多萬次紅磡區 你經過很多萬次紅磡區 其實我覺得紅磡區 是一個浪費地區 非常浪費 其實和佐東區 尖沙地區 都是市中心 都是市中心 最好的地區 如果紅磡區 沒有這些骨灰陰陰 即是這個是香港的珍珠 所以我們那天說 一樓市區地緣 是區議會的 九樓 城市規劃 如果沒有骨灰陰陰 之後 要搞那個行業 記住行業 現在搞生意 就不要搞到一坨市 舊有旗行業 不要 譬如你兩條街賣衣服的 兩條街 你想想 廣州火車站 有一條街專門賣衣服 整條街都賣衣服的 要搞這些叫專有行業 譬如賣電腦 像深水埗 整條街都是電腦的 但是紅磡區可以搞這些 絕對可以搞這些 這樣就將這裏 做一個城市的活化 自己想想 為了陰宅 就霸佔了這裏 其實紅磡區的土地 是全香港人的資產 即是香港政府 以前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這個我不認同 因為區裏面的樓宇 是超過五十年 五十年前不是這樣的 所以要城市更生活化 只不過是政府 不知為何 將這些大家不喜歡的東西 撥了下去 大部份的長生店 我們和業界人士談過 大部份以前的長生店 是在油麻地 那他們為何來這裏 因為現在城市 油麻地發展了 當年那些部門的人員 就叫他們 不如你下來這裏 那時任國度不是那裏 你快點過去吧 如果那些隧道做陰窄 那些長生店 真的可以放在隧道附近 那些山卡拉 各個地方解決 這裏 例如那些大酒店 有些是政府的運作 基本上可以找其他地方解決 你看看有些地方 官警台 你知道哪裏是官警台嗎 很遠 你看官警台 就是那裏 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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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最主要發展的是什麼呢 就是長生店 大酒店 遠一點的地方 就是那裏夠力 那裏就沒有人反對 為何周圍都沒有想 沒有想 沒有想 官警台 有官警台 你會填多些例子 而且在那裏附近有很多山丘 就是幾個隧道 就解決了 總之一多隧道就解決了 就是陰窄的黃金地點 是 勾地表 應該是寫在那裏 是的 另外還有那裏 那裏 因為那裏整個山 那裏 你會多做陰窄的東西 在那裏 在那裏 多好 而且那裏先人都很喜歡 那裏先人不喜歡 那裏我們不知道 但我起立有一件事 那裏叫貝山面海 寧靜的 真的找不到人在那裏住 沒有人住 沒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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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裏配套也好 對 哪裏有樓 沒有問題 那裏有樓 有樓 就是清馬大橋管理站 那裏有小樓 只有那裏 其他沒有樓 我覺得好 那裏是貝山面海 那裏有樓 整條街 整條街都是做 這個 好像紅磡 那個世界殯儀 那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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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把紅磡的市區土地 再重新發展 說明第五項消費者定立合約 就是中止合約和轉讓鞍位 這裏有樓 或者那個人變先人 你擁有那個位置 轉給誰呢 現在的做法 楊澤可以用一些提名人的安排 想要給誰繼承 可以繼續用 保地價也好 保什麼價也好 這個情況是 私營骨夫陰經營者在出售時 要跟消費者安排好這個 指定的提名人 盡量減少交易出現投機的情況 大家就知道 未來這些是權益 其實陰宅和陽宅的法律 都是很像流月買賣 不過陰宅是用license的形式 好像租藥一樣 一個抵症 陽宅那邊是流月買賣 現在要解決問題 就是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提供到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下金城方法 暫時可能下金城方法 如果解決了供應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了陰宅 最重要是活化紅磡 如果解決了 就可以活化紅磡 整個地區搞定 這樣的話 也是把這裏做一個 好像現在的油麻地 一個很多地方慢慢去 到時候你合法 有100個坑位下合法的 我就在隧道上 發100個坑位給你 整個坑位可以結束 我們今天說法律方面 就是陰宅和陽宅分開的話 能夠陰宅亦都用法牌條件 法牌的方法 來認到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 大家可以在網頁上看到 表一表二的 在這裡加一句 我近期在網頁上 在YouTube上找到一首歌 叫做《坑山》 諷刺得挺好的 各位網友 如果有時間 唱一句給大家聽 如果有看《紅武32》 那個就是你 是呀 阿金城亦都應該作首 《骨灰坑之歌》 不單止唱 以前說選美 為了靚靚 有人每日照驚 現在要解脫這個問題 陰宅陽宅分開的問題 其實真的 如果要活化紅磡區 我相信這些隧道 一定要急起 如果你的方案 得到政府採納 你真是比你的歌更厲害 也不一定 為香港來講 就創立了一個里程碑 陰宅陽宅分開 總之為了紅磡地區 發展也是需要的 不單是紅磡區 全香港18區的人 都要解決壓力 不是呀 旁邊有個陰宅 我們就煩不煩 是呀 所以我們今天 講這個 有 任國黨和夏金誠 兩個人提出 這兩個解決方案 其實處理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供求現在這麼失衡的情況下 其實政府很頭痛 如果不大刀斧斧 根本就解決了問題 即使出現了這些 將來的消費者權益 將來的 即是有人經驗中間不善 倒閉了 諸如此類 就引起很多這些法律訴訟 其實政府如果 蓋這些隧道是貴 那些錢到時候 那個費用便便貴一些 政府 一定不會虧本 總之做這件事 哈哈哈哈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不如 阿錦城 將你剛才的意見 簡單說一次 就是整個方案有什麼好處 還是怎樣做 好嗎 讓大家 照顧鏡頭說 我覺得的好處是 就是將香港能夠露天的地方 騰回來做香港的經濟 就不會阻礙露天的地方的發展 如果好像紅磡區 這樣做了這麼多的陰窄 想發展任何經濟 都是一個半腳石 我覺得這樣 任國董 你覺得現在政府 應該下一步是怎樣做 我覺得政府是要盡快立法 在這一屆政府 如果解決不了的話 接下來的下一屆 特區政府一定要盡快 因為每年是四萬多 是政安權很厲害的 你不要說他 他真的很厲害 不過他不出聲 他任由你們來做 我們不希望長官意志壓到一切 你看看政安權 董建華 和彭定康 你看看三個港督做完之後 你覺得誰最好 你這樣看 你覺得他真是不錯 OK 我覺得是這樣 有個比較 三個都是港督 是不是 他真是不錯 沒有什麼 不能夠要求什麼 我覺得 環保的可持續發展 那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發展 最好就是 我自己覺得 應該做一個叫 簽一張骨灰卡的運動 每個人將來都是 要不就是骨灰鎮 要不就是殺了下海 環保的骨灰鎮對於環保的影響 沒有什麼 是很少的 環保就沒有什麼所謂 我會把我的器官 最好是鑽給有需要的 那些骨灰就扔下海 環保最好就是看著垃圾 怎樣解決那些垃圾就環保 骨灰不會有什麼影響 或者是把骨灰殺在紀念公園 也不錯 所謂樂熊不是無情物化 逐春泥在糊化 OK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環節 就到此為止 跟大家打招呼 今天有五個討論 九龍城區議 任國棟 首先 繼續努力 夏金成的士司機 幫我們唱一句你的首本名曲 不是吧 沒有準備 你最近有沒有作到哪句話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作到一點點 不過我來講都是笑料 哪句話 英文加中文 說一下 我問你 Honey Honey 下一句是甚麼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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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句是甚麼 Dun Dun Honey 不是 Honey Honey 即是我的形容 Kiss me 當然不是 Honey Honey 下一句是money money 叫你Honey Honey 就money落money money 哈哈哈哈 又唱歌了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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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me 我純粹是語言 譬如有人對你說我對你癡心一片 你會怎樣想 癡心一片我對他說我也是 不是啦 癡心的 他就說答一句吧清清楚楚 然後還有一句是甚麼呢 他叫甚麼 很多時說的 那時 是啦 就是何日君再來了 整天都是說這句 何日君再來了 是鄧麗君的其中一首 歌就這樣唱 歌就這樣唱 是吧 不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在網上也可以看一看我們這個節目 還有之後再說一下交通的法律 找一下夏金誠說一下 交通我是普通的 你又駕駛的士那麼久 其實我覺得香港交通是好 如果是跟中國其他各地的比 因為我駕駛貨櫃車在大陸的十多二十年 我覺得都OK的了 沒有甚麼差 香港交通是OK的了 我覺得都不需要認真 再甚麼改動 我們想的 香港人只想想香港 我覺得想得很小 我想中國的東西 說一下你的作品其中有一件事 我看到香港現在一元一隻雞一元一隻龜 你那時都有這個作品 是呀 其實這個都要來做宣傳也不錯 是呀宣傳歌來的其實 我不是這樣想的 那時是來玩的 我想一支歌出來 看你們能否唱得到 怎知自己都唱不到 現在潮流的小毛 是為了漂亮的 又是你很適合的 又是扔回來的 又是扔回來的 很多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那些小毛 是日照鏡的 是呀 又是這句 又是那句 真是沒話說 我最喜歡的那首就是馬曉玲 好呀 麻煩郭喜歡 好了 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好 下手 打打招呼 拜拜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也請不介意 封一下 來整個經驗 浩室 很快 可以 請您 你的話